这闪了呀 到底几根肋骨啊 非说两根肋骨 你说这 这只两根吗 一摸它就不只两根肋骨 对不起 这个你们看不了 我的狗就在医院丢的 为什么看不了监控啊 我们这儿又不是 找狗的地方 再说 你们也不能带狗到医院 我没有带狗到医院 我就是因为 没有带狗到医院 我的狗才丢的 像我这么守规矩的人 你们应该奖励我 让我看看监控吧 你们还是另想办法吧 我们这儿是 救死扶伤的地方 又不是宠物医院 你们救死扶伤 你们只管人是吧 对 没了呼噜 我也活不了了我 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吧 你在吓唬我 看上我眼睛 听我说啊 他说的是真的 他跟那狗的关系 比跟他们家闺女还亲呢 相依为命懂吗 第二啊 他说到做到 你到我们幸福里去打听打听去 他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 嗯 第三 那是一条小狗狗 小狗狗多可爱啊 你心怎么那么硬呢 你怎么就不能通通呢 那狗是人类的朋友 救狗一条命 但是救人一条命 两条命摆在这儿 你怎么就能见死不救呢 那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把我给逼急了 我比他还没底线呢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你说要是个不会 minutes 啊 哪야 wyk 这就成了 你俩可真是想 怎么知道 才有一个 footage 你 哎 慢點慢點別著急啊 慢點 幹嘛你們倆 死纏亂打呀呼嚕 你你把呼嚕弄哪去了弄哪去了啊 別裝傻丑亂了 那監控裡面都看見了 看見了你和呼嚕 你把呼嚕弄哪去了 哦你們家狗沒了 哈哈 你們家狗真沒了 山洪你那心眼 不不能那麼小 你要是知道呼嚕去哪兒了 你就趕緊說出來是不是 真沒了 哦 那一道 是你把呼嚕 打走了 是 就是我 還是山洪哈 你也知道啊 就那狗 對有力的重要性是吧 他跟有力那個關係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 呼嚕現在去哪兒了 我不告訴你 那你就告訴我警察吧 放警 好啊 報警打110 現在110全管 是110嗎 沒錯 110120不行 哈哈 抓壞人呢 讓我吧 今天來抓我快來抓我 哈哈 爸爸 我 你拦著我呀 你相信我對張小姐的判斷了吧 漂亮話說著 虧心事做著 說實話 我根本不擔心咱們那十萬塊錢 我擔心的是安心 加這麼一號人家裡去 那得受多大委屈啊 你怎麼不美啊 記得以前你愛美甲呀 上進說了 皮膚也需要呼吸 美甲是化學用品 傷人 我們這很環保的 你怎麼不美啊 我了個去啊 做生意不再這麼不要命的 我們很敬業 很職業的 美女 美一下吧 天啊 那那要 不傷人我我也做一個 喂媽 你趕緊到我幸福里派出所 出事兒了 出什麼事兒了 呼嚕 呼嚕可能被外山洪給害了 幼幼正帶我們去派出所的路上呢 怎麼了 都美了 咱們得趕緊走 我媽和你媽又開戰了 還沒美完呢 下次再做 我好模好樣地從大廳走出來 我好模好樣地從大廳走出來 一抬眼 哎呦 那狗就衝我嗡嗡嗡嗡叫了 我就一邊看著它 一邊往前走 一邊看著它一邊往前走 突然間 他們家的狗就從我扑上來了 我實在沒辦法呀 我就跟他們家的狗開展了搏奏 怎麼搏奏打 哎我呀 我就哈 哈哈 哈哈 三腳 最後一腳給他踢出去了 那是然後呢 然後 哦 然後 我就 在外邊找了一個椅子 看書去了 那你把他抓到 你把他抓出來 他抓到我們家烏龍 抓一女的把他抓起來 抓我幹什麼呀 警察總之 我跟狗搏鬥 你應該獎勵我才 呃 是這樣啊 我覺得吧 這個首要是狗 狗找到了嗎 這個事就解決了嗎 他他他他都承認了 他害了我的狗 他呢 跟你的狗是有智體接觸 但是沒有任何跡象表明 他真的害了你的狗啊 哎呀 山洪啊你 哇 喂周夫人 尚進 你趕緊去一下幸福里派出所 出什麼事了 說是有一場糾紛 讓你把兩個當事人帶走 帶到咱們這邊來調節了 什麼情況 我也不知道啊 你趕緊去一下幸福里派出所 你兩個女的因為一條狗吧 不會是萬師傅和昌有力吧 那你剛好一起調節呗 周主任 有時候矛盾是會升級的 行了去吧 警察你沒給我們一個畫啊 我還要去找狗呢 我要見狗 死要見屍 死要見屍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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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警察同志 我還要回醫院看護病人呢 我我我其實家裡頭也有事兒 我這都陪了大半天了 其實這裡頭他他沒沒沒我什麼事兒 你也是報警人不能走 那我到底什麼時候能走啊 我們已經把你們的事兒 交給其他智能部門出了 你們等一會兒吧 你們不是警察嗎 你們怎麼不管了呀 我們不是不管 根本就管不過來啊 管不過來你問那麼多 你問東問西 問了問了問一問了一大堆 狗也找不著 事兒也解決不了 你問那麼多幹什麼呀 為什麼要問呢 我想提醒你們一下 這個是辦公條索 你們安靜一點行嗎 這兒呢 你們倆打起來了 不是我們倆 裡頭呢 行我先去接人家啊 沒事他來了 您好 你怎麼來了 周部長給我打電話了 那事兒轉到我這兒來了 警察 不能找他哪兒去 他沒有群帶關係 他和他丈母娘 這事兒沒那麼複雜 沒有那麼多群帶關係 關鍵是找狗嘛 來 這是簽個字 咱們呀 先找狗 這事兒咱以後慢慢解決 就是就是 老外 你把呼噜還我吧 你們家的狗啊 是被我給踢飛的 現在跑哪兒去了 我可不知道 媽 咱們先找呼噜吧 最近城那麼大 媽 我上哪兒找他去 咱發朋友圈 微博什麼的 先把狗找著再說 媽 真是你們幹的 是我幹的 有點是 不是 阿姨 咱先找啊 我的親呼噜 白沙虎 我呼噜都找不著 我跟你沒完 都沒道理 媽 您這次砸磚是怎麼想的 我一直沒琢磨出裡面的道理 你質疑我嗎 不 我是想學習您的思路 一九八五年 海爾的張瑞敏 砸了七十六台冰箱 砸出了海爾的未來 我砸磚 跟他們砸冰箱 砸商鋪是一個道理 不破不立 媽 您真高明 高明 你 我高明嗎 我還是手軟 媽 那天去 我為什麼讓你請幾十家媒體啊 如果就是驗收個房子 我為什麼要帶幾十家媒體去呢 那您是想 我去啊 就是想把那房子全砸掉了 但是 我沒想到 他們把房子弄得太漂亮 我不忍心下手啊 那天回來的路上 我就後悔了 再回去砸已經來不及了 正因為漂亮 砸才砸得有價值 砸才砸得震撼呀 我看新聞了 熱度還可以 嗯 沒能發酵起來呀 我本打算砸了房子之後 就說 見到這樣沒品質的房子 我是見一個砸一個呀 遺憾的是 你媽我還是善良心軟了 那磚您是怎麼看出來的呢 這種事兒 你就不必要知道了 那麼多施工的人 收買個把個人還不容易 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 誰啊 我 跟她說 我在電話會議 談美國製造車的事 好 張小姐呢 在跟美國造車團隊視頻電話呢 是我們做的 這是父母運動機器 他可以速度速度 英文你聽得懂嗎 當然了 不過張小姐也不是說給我聽的 這聽得懂聽不懂有什麼關係 那是 那是 安心來了 坐吧 張小姐好 這是毛毛和李茂 還付得十萬塊錢 要說從唯款裡扣不就行了嗎 沒有唯款 當時他們經濟緊張 就一次性付給他們現金 所以這次賠款 就只能是現金 安心 我可要提醒你啊 以後辦事可不能這麼草率呀 不管跟誰都要一十一二十二 明白 一手 把錢放在保險櫃裡 坐吧 坐吧 沒想到他們倒沒墨疾 沒讓你為難吧 啊 沒有 我剛才跟一手 在談論你們倆的婚事 婚禮就定在今年的元旦了 企業界的人是我請 金融界一手請 娛樂界你請 這是名單 安心 這個婚禮已經不是一個婚禮了 它是日不樂集團的一次形象展示 我馬上就要到美國 專心地去造車了 這些人脈關係 就要轉移到你跟一手的手裡 所以這次婚禮 對於日不樂來說非常重要 你能明白吧 明白 這個毛毛和李茂沒有給你寫個字句嗎 什麼字句啊 他倆賠付的這十萬塊錢 萬一以後他倆反悔了呢 得讓他倆補一個字句 自願賠付永不反悔 張小姐他們不會反悔的 我保證 永遠不要替任何人保證 這個字句必須拿到 否則那十萬塊錢在保險箱裡 就不保險了 我擔保 如果他們反悔的話 這十萬塊錢我出 安心 你馬上要跟一手結婚了 這一結婚 這就是你們倆的財產了 你拿家裡的錢 給外人擔保嗎 好 那我就問他們藥資訊 媽 我已經讓李財發了微博 還讓他那些大微朋友轉發了 廣播電台我也做了群狗起事 傳單印了一千份 找人分貼到了醫院的周邊 總之我會想盡一切辦法去找葫蘆 媽 您不能不吃不喝呀 我給你煮碗方便麵嘛 我就會知道 只要您想吃 我去給您買小龍蝦去 葫蘆吃什麼呢 他不會被人吃了吧 趕緊的去狗肉館 貼葫蘆的照片上去呀 媽 北京沒什麼狗肉館 那去外地了 完了完了 運到外地那就真的找不到了 您想像力別那麼豐富 再找一找 找著了大喜 找不到 日子也得過呀 葫蘆是我買給你的 我再給你買一條 誰讓你購買葫蘆的 想當年你上大學 我覺得我終於是熬出頭了 我可以周末五一十一的長途履個行 你倒好 荒唐一下 把一隻狗揣我懷裡 狗多黏人啊 自在那兒以後 別說是單位的福利旅行了 我連郊區我都沒去過 倒是他萬山紅 將這桂林長白山的去了個狗 一隻狗 把我畫地圍了牢 那您趁機去捋個油吧 我給你報個團 香港台灣還是歐美日韓 你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想去多長時間去多長時間 想買什麼就買什麼 我出錢 請錢去 你們這些孩子怎麼都是錢 我跟葫蘆那是感情 葫蘆在我手上丟了 他在我心裡丟不了 萬山紅 我跟你們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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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街啊 你回去吧 我再陪您待會兒吧 你這叫陪我啊 那我陪您聊聊天 我跟你沒什麼好聊的 你會下相機嗎 會一點 那咱們倆下一盤好吧 去買副相機 不用 電腦上就有 不不不不 那那我不習慣 你到小賣鋪去買一副 咱們實打實的 不乾摸一局十塊 你要是怕的話 五塊 一局一把怎麼樣 我 聽你的 你這倆小熊是一公一母啊 是買的 真 媽 我問你個事 那狗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我不相信是你幹的 就是我幹的 我給他給踢跑了 您踢他幹什麼呀 他咬我呀 我正當防衛 查理他怪我 他怎麼不反思一下他自己啊 他到醫院來嘚瑟什麼呀 不就是來個應我來了嗎 李掌櫃的也是 就這麼兩個心懷不軌的人來了 還讓我給他們搬椅子 這不成心呢嗎 那我爸讓人家站著也不合適啊 他過得多逍遙自在呀 他從不想我過得有多難 您有什麼難的呀 您不也挺逍遙自在的嗎 沒退休那會兒啊 就盼著想退休 覺得退了休了 就一身輕了 現在想想 還不如開大公共那會自在 線路啊 閉著眼都能開呀 那叫一個手啊 每天熱熱熱熱熱人來人往的 在遇上倆鬥嘴的吵架的 能樂呵半天 哎呀就活個熱鬧唄 現在倒好 越活越糊塗了 不明白了 這胸口啊 悶得黃啊 媽 您有什麼不明白的 您跟我說說 李掌櫃打架這事 我就不明白 他悄悄的替理財去平事 我明白 可是被人打斷兩個肋骨 他不跟我說 我不明白 你明白嗎 兩根肋骨啊 隨時都可以插在肺裡 插在心臟 那要人命啊 你說他就是不跟咱說 也不去治 他為什麼呀 他瞞什麼呀 你知道嗎 嗯 你爸怎麼樣了 沒什麼危險了 健藥生息就 那天 我想來給您解圍 他打你我就跟他走 沒想到是您爸解了沒 謝謝他 他一直說不管這事兒 嚇得我還拜了個師父 最後他還是管 你不需要去醫院看看他嗎 我可以陪你去 不用 今天晚上上進值班 你媽呢 你想好跟他見面的沒有 咱們去吃夜宵吧 你想吃什麼 烤冷麵 我們走 這事兒啊 我本來不想跟你說 哎呀 可是啊 我這心悶得不 你說這半輩子夫妻了 怎麼越過越生分呢 還是別人家也這樣啊 哎 那管紅花和上他志 他們不這樣啊 媽 我覺得我爸怕丟人 怕給咱添麻煩 你小看你爸 你爸心裡邊有塊地方 咱們誰都進不去 這就是我搞不明白的那塊地方 那個視頻你看了 看了 看出什麼來了 看出來了 看出來了 看出什麼來了 我爸那件衣服 我之前沒見他穿過 我不明白的也是這個 他哪兒冒出來的那件衣裳啊 有沒有可能是那天 他去比武的時候臨時買的 然後比完了他又給換下來的 我想過這種可能 可是他在哪兒換呢 隨便找一洗手間就能換啊 可是你爸不光多了這一件衣裳 還多什麼 還多了一把鑰匙 鑰匙 鑰匙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這把鑰匙是咱家的 嗯 這把鑰匙是你哪家的 這把鑰匙是七花鏈的 這把鑰匙是他在抽底的 嗯 那這把鑰匙 這把鑰匙的 是幹嘛用的 裝飾用 破鑼爛鐵的 用他裝飾什麼呀 我懷疑 你爸 有小三 笑什麼笑啊 我在很真誠的跟你談心哪 嚴肅點 這個衣服和鑰匙 我暂時解釋不了 但李掌柜絕不可能用小三 那這你怎麼解釋 媽 會有解釋的 等我爸爸商養好了 我就去找他跟他談談 我不想把你扯進來 不是把我扯進來 是我本來就在這裡邊 不過媽 要真是您把長衣的狗給踢跑了 您就得去道歉 我不道歉 我沒錯 哼 睡覺 哎呦 啊 啊 我當你驅使了 哈 啊 小龐小龐 他有点落坑 赶紧把东西摆了去快点 好现在我们有请今天的两位主角 日不落集团的刘一首先生 以及理想胡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天使投资人马德露先生 有请二位 下面有请二位签署战略战术合作合同 有请二位到舞台前 那我们掌声有请马德露先生为大家讲几句 大家好 我现在的心情 难以形容 在没有认识刘一首先生之前 我曾经说过 我是日不落的精神古动 但是没想到 刘一首先生给了我机会 让我成为日不落的肉身古动 这是刘一首先生对我的一种信任 一种鼓励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理想胡同 已经挂上了日不落的品牌 对于日不落来说 理想胡同是艺术光 但是对于理想胡同来说 日不落是一个态度 我们将在日不落的照耀之下 把理想胡同走出一个通天大道 谢谢大家 你还同情人家安心加入这一号人家呢 你们家马德露嫁得比人安心还早 我管不了啊 结婚之前我答应过她 不管她生意上的事 她怕我反悔还欠了合同 这白纸黑字的我也翻不了脸 你多提醒一下吧 提醒了 不管用 你说刘一首和她妈人不靠谱 她那企业靠谱吧 可别把我们家马德露给坑了 我又不懂生意场上的事 你妈劲儿缓过来没有 企业缓呢 没什么消息啊 没什么消息啊 消息不少 都不是我们家呼噜 我估计丢了凶多吉少 但我现在不敢跟我妈说 那你听她的口气 还会找万师父麻烦吗 会 那让伤筋处理吧 那我们掌声有请刘一首先生 再给大家讲几句 现在日部落集团 国内部分有餐饮板块 房地产板块 保健品板块 还有大IP板块 国外部分呢 有电动车板块 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日部落 支持每一个大梦的人 哪里粉之路 你根本联编的 点耳朵 对 你不会崩壶了 满水 别崩壶了 我不用崩壶了 决戴决子 我去小卫生间 哎 好 那我们先 暂时休息一分钟 你这边什么情况啊 马总和李财 想让我把钱投在理想胡同 理想胡同都把钱投到我那儿去了 你投什么理想胡同啊 是啊是啊是啊 我这不挣着时间 想咨询陆大哥您吗 这样 我给您和马总一样的投资待遇 年华收益率百分之十二 按比例分红 你这不承担任何风险 这事对谁都别说 哎哎哎 我这边会有人和你对接的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愉快愉快 安姐 给您打赢好了 我签毛毛 你签礼貌 木子李容貌的外套 这不会有什么法律风险吧 有风险是我担着 快签吧 安姐 节目组都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录了 和嘉宾和协调对象确认时间 以最快的速度开录 哎 你签礼貌 你签礼貌 木子李容貌的外套 这不会有什么法律风险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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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夜深处 声唱着万千故事 单数的我 跟随着双数的影子 抬起头望 你的家是一盏灯火 我 点亮 心中 多么柔软的位置 低下 头看 我的家是一只箱子 沉满手掌 不甘的坚持 无论我睡在哪里 都是睡在夜里 沉着梦的心里 无论我走向哪里 都是在走向你 带着我唯一的箱子 这 这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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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 是 儿子 今天是你适应电视嘉宾 这个社会新角色的第一天 本来的爸爸妈妈是应该给你到场祝贺的 但是啊 现在我们正忙于跟这个婚宴酒店啊 沟通一些关于你婚宴的一些相关事宜 所以就不能到场祝贺你了 在这个时刻 妈妈也不多说了 就只说三点 妈 我这儿正化妆呢 您能把三点缩成一点吗 三点缩成一点也不是不可以的 好 嗯 具体的是这样啊 你要 高举真诚的旗帜 坚持正确的导向 把你的调节事业啊 争取在电视的这个平台上 咱们推向最高点 好不好 行 知道了 我先挂了啊妈 拜拜 哎哎儿子 别给这个儿子 老盛 哎 他没说完你啊你说 什么啊 我还可以再给他传授一些经验呢 哎呀行了 你哪个经验不说也罢吧 哎 上街 开始紧张了吧 紧张的话 就跟着我的节奏走就行 嗯 从前我就看热闹不现实的 都没感觉紧张 今天可不是看热闹 是别人看咱们的热闹 都差不多 都完 都完配好了吗 辛苦二位了 刚刚收到台领导的指示 他们非常重视我们这个节目 其他的我们都可以照办 但我们三个得同一相口径 您 您说 台领导认为我们这个选题 特别好 大气 真实 结底气 而且是 特别容易勾起 现在这社会的同情心 这个女孩啊 又是公众人物 所以台领导的意见是 一定要让她认清 这样深入明星 都知道 这调解也得看当事人的意愿吧 主题先行不好吧 上级 上级 你理解一下嘛 这台领导的意见非常重要 这次是样片录制 这次如果过了 以后自由发挥的机会多得是 这台领导来短信了 史航和谭妃之子也来 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加油 谢谢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回来了 安心 安心 媒体不成 安心 安心 清清炫荣 世上无难事 人间有安心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调节三人组 在节目开始之前啊 我要向大家提个醒 现在啊是白天 但一会儿我要说成是晚上 因为我们的首播是在晚上 所以等一下我黑白颠倒的时候 大家不要笑啊 因为笑 有可能是穿帮 安心 你每次都提醒 其实我们都老油子了 不会出问题的 你就甭费这劲了 您是老油子 史航和谭妃 是上级哥和以太队的前人 我就得再说一遍 他们怎么办 捣乱的吗 捣乱不怕 只要你坐在这 他们只能捣乱 好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了啊 世上无难事 人间有安心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调节三人组 原来啊我们这个铁三角 是由我 史航老师和谭妃老师组成的 可是史航老师和谭妃老师 因为身兼其他要职 不得不离开我们的节目 这是我们节目组的巨大损失 那我在此呢 请代表我们节目 向两位老师 表示深深的谢意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 就没有我们节目 更没有今天的安心 今天史航老师和谭妃老师 也来到了现场 请允许我 向他们两位老师 深深的鞠上一钩 在此啊 我们也祝史航老师和谭妃老师 虔诚万里 常回家看看 现在啊 给我来介绍我的新搭档 首先请出的是 著名的策划人 文化推手 专栏作家李才老师 他将担任我们的策划人 和辅助调节师 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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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是南天大海 好 看来李才 看来李才 李才 看来李才老师很 非常多啊 学我的 嗯 这么多年深耕文艺界 还是有一些家底的 哎 大家先坐下 不要影响节目录制 那李才老师 请就坐 最后啊我们要请出的是 我们节目 新一版的调节师 上进 上进是我们调节领域的 后起之秀啊 是全国调节大赛的冠军 被幸福里社区的居民 自发的封为妇女之友 更为神奇的是 他目前的调节成功率 达到百分之一百零九点三 哎 不要笑啊 为什么是百分之一百零九点三呢 因为有很多调节对象 在听说上进 要上门调节的时候 就主动的和好了 下面有请上进